全油管最快新闻,联合国宣布对最近巴以冲突期间涉嫌犯下的战争罪进行调查。 据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表示, 他们已掌握了双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明确证据,并将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。 该委员会谴责哈马斯的袭击行为,称杀害无辜平民和劫持人质是不可容忍的, 并对以色列的袭击和围困表示严重关切,称其构成集体惩罚。 该委员会呼吁各方停止暴力行动,并无条件安全地释放所有被劫持的人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